大家好,我叫侯一彤,后门的侯,依靠的依,哄彤的彤 我去年在中国辽宁安山市第三中学上学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中国高中和美国高中的区别 首先,上学的时间 在美国,我每天上午九点上学,下午四点放学 在中国呢,上午七点上学,下午九点半才放学 所以呢,在美国每天在学校待七个小时 在中国每天在学校待十四个多小时 但是,上课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 这怎么可能?咱们计算一下 在美国高中,我每天有四节课 每节课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 一共上课六个小时 在安山山中呢,每天上九节课 每节课四十分钟,一共也是六个小时 那你肯定在想,这是怎么回事? 在美国高中,上学的时间里只有两件事情 上课和午饭 其他活动,比如社会什么的或者什么运动 都是上学之前或者放学之后组织的 在中国,上学不仅是上课 还有好多别的事情 上午到学校第一件事是扫除 然后,上完最后的两节课就是晚饭的时候 虽然晚饭之后没有别的课 但是,同学们还不能回家 六点半到九点半就是每一天最无聊 最累最不开心的时间 晚饭之喜 上完晚饭之喜,同学们才可以回家 等隔天早上再去上学